从并不弃波澜 请吉他皆从来 刺激巴声之会 志工们大声唱颂 大家不只把经文背进脑海 更是透过手语 一句一句笔划进心里了 就会是比较懂得包容 心情会没有这样刚烈 是要来的时候 一想到我们现在在演一个 就慢慢就会沉淀下来 就是包抄细心常商人那一句 以前真的是大大声的就在骂 现在真的是把这一块改掉 记着2015年法辟如水 金藏演绎的因缘 巴声之会计划小组 打从2014年8月份开始 透过每月的共修 引领大家一起走入经文法海 这一次其实金藏的演绎 我们不是为了手语 呈现的 其实最重要是让 就是这一些菩萨们 入经藏的菩萨们 体会到经文的重点 那就是要入法的部分 所谓的入法就是 当他能够感受到经文的内容的时候 他因为经文而改变自己的生命 那个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 请很多的导读人 那么法意义的部分 来做这一个部分的配合 那通过团队的力量 我们一起成就大事 一只小蚂蚁是攀登不了 整个徐明山的 我们需要整个八神智慧的志工 一起来成就这个因缘 五百多位的入经藏者 透过经文洗涤洗气 其中正采明虽然定期要驱车 至少四小时到北马槟城复诊 身体的劳累并没有影响 他入经藏的心 自从入经藏了之后 我相信有因缘果报 健康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业力 所以我应该要还 已经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了 那种心灵的临近 是金钱买不到的 7月4日及5日的水餐法会 开始进入倒数少于100天了 在这段期间里 虽然入境藏者都必须跨越 生活上的忙碌 以及体力上的劳累 但是心灵的富足是最大的收获 在新闻马来西亚巴生 综合报道